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岸教会唐重庸牧师引用路加福音13章29节说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作息 他表示这三四年来为西海岸祷告时 发现大台南地区除了东门外 皆有守望带导者固定为城市祷告 然而有次与加利利宣教中心主则的牧师陈坤生在分享中得知 此处的地理位置为东门 因此便促成了跨年祷告会的契机 唐牧师表示身为神所呼召的祭司 必须放下自己上山取木料 按着神的心意建造神的殿 以至于我们要等候君王在来的时候 我们是同德荣耀 我们的主就因此喜乐满足 接着世代合一祷告祭坛 叶杰于牧师回应说 台南是福音的路口 要让台湾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神呢要拣选台南呢 成为一个祂的圣城一样 台南有一个使命要来建造神的殿 神要让台南就好像耶路撒冷一样 让这边敬拜祷告的声音不止息 以上是国度复兴报台南报导